你了解一個物件它到底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其實你把它點下去就知道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點下去這個 這個裡面所有的功能所有的東西就包括兩種 一個是綠色 一個是一個手拿著一個文件 這兩個叫做方法 方法就綠色的 有沒有 綠色那個 那個叫方法 方法就做什麼 有點像你那個按 Excel 裡面的任何功能 按下去它就幫你做什麼事 有點像動詞 除了一個做什麼事 Elevate 顧名思義嘛 就是把油壓放上去的意思嘛 不過一般我們用 Select 啦 用Elevate 也可以啦 還有其他什麼 Add 什麼 Common 就是增加什麼 那個 注解 複注有沒有 那後面加一 可能就一串要做什麼的 然後我們剛剛的那個是什麼 N嘛 NU Number Format Local 它是一個屬性 所以反正你只要了解一個物件裡面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方法 有點像動詞做什麼 一個是屬性 屬性就是它的相關的外觀 還有就是它可以儲存什麼樣的資料 都是放在屬性裡面 所以如果你以後了解那個VBA的設計原理啦 這就是一種物件 物件導向的設計觀念 就是把它當一個虛擬的物件 其實講物件有點抽象 講零件好了 講軟體零件 它有點像零件嘛 那你東西可以 它的作用是做什麼 所以你買一個零件回來 它一定有個作用嘛 比如說你買一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動手 電料行買什麼 反正就是插上去 或者是以前組裝電腦也是一樣嘛 你買一個顯示卡插上去 它就可以做什麼 幫你顯示畫面到顯示器嘛 對不對 諸如此類的 那它只是一個模擬的一個零件 這個零件就是叫Sales Sales 基本上指的就是某個儲存格嘛 那裡面有很多很多物件 有沒有 列的話就Rows 藍的話Colors 範圍就Range 工作表就是Shits 對不對 然後還有工作部就是World Books 有沒有 就一堆 反正這些東西 如果你每一個都可以去理解 它到底能夠做什麼的話 就當然全部都可以自動畫 對不對 也不用死背 因為這些東西都查得到的 而且可以用你的邏輯去推出來的 它可能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答案全部都在這裡 所以清單有的都做得到 但是清單沒有的 它就做不到 就這麼簡單 因為它已經幫你設計好了 這個零件 哪些功能 固定就是這些東西 OK 好 這個的話 額外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以後設計的邏輯 不怕會就這些 然後它後面有一個屬性 屬性的話 裡面的話 你就給它一些資料 它就幫你做完那件事情 大概的邏輯是這樣 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 月考 C 如果我輸出 前面有講過 VPA的第二種方法 輸出 我可能不要輸出 一個公式 而是要輸出什麼 輸出一個 不是輸出一個 VPA的公式 我要輸出什麼 輸出我剛剛寫好 在哪裡呢 假設我今天希望 好 好 好